大家好,我是新华社记者仁柯 现在是我在乌克尼西部城市的利沃夫 刚才半个小时之前想了一次防空警报 现在半个小时之后又想起了 我们现在是在利沃夫的最主要的自由大街 旁边是著名的芭蕾与歌舞地院 然后这个防空警报声已经持续响了好几分钟 这是在我们来了几天三天 之前是没有遇到过的 最多也就想个两三分钟 这是一直在持续的想 然后我感觉路上的车也开得快了 然后行人呢 他们走的速度更快了 我看有些人呢 他们就去了旁边的一些 两个建筑之间的一些反空洞等等地方 避险